我們要吃的是 四大天王是哪四類的食物呢 一就是肉類 吃的是瘦肉 然後奶蛋類 奶蛋 奶蛋類吃到嗎 奶蛋類 對 然後海鮮類 海鮮 肉 奶蛋 對 然後我們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要吃的是那個 我們人體來講 每消耗 每吸收100卡的 卡路里的那個碳水化合物 你身體只需要用7卡的卡路里 去消耗掉它 OK 7卡 你們聽著喔 聽了 如果你吃100卡的那個脂肪 你只是需要用12卡路里 去消耗 消化它 把那個食物消化掉 但是呢 如果你每次 100卡的那個蛋白質的食物呢 你的身體可是需要用掉 30卡路里去消耗掉它 所以很費精力 對 所以換句話說 你吃這一個 你很容易飽 然後你又很用力去消耗它 所以你不會那麼容易發胖 對 它不好消化 所以身體消耗 更多的能量去消耗它 對 還有因為少了糖 好 碳水化合物 然後還有少了脂肪 所以我們那是多餘的水分 就排走了 所以你也不能夠說 有一些人很獨斷的說 那你這個只是減掉水分而已啊 不能夠只是這樣子說 雖然是水分 但是是很多是你平常排也排不掉的水 對 那個餐的重點呢就是守五天 OK 守五天就是只能夠就是吃那個肉類 這四大天王裡面的那個食物 前五天 前五天才能吃肉 對 瘦得很快 真的啊 肉的條例方法都可以嗎 盡量的是要清蒸水煮 好 前五天吃肉 可是這五天有什麼問題容易會出現呢 很容易出現呢就是可能有口氣 消化不良吧 或是有一些人看開始有點暈 OK 但是呢 你只好好的度過 再守五天 不要做激烈的運動 先忘掉真子彈 對 好 然後呢 踏入第六天 通常呢就是大家很開心很開心的一天 為什麼呢 因為可以吃菜 終於可以吃菜了 因為五天啊 好險是好多好多好多的菜喔 這個時候呢你就可以肉 然後加蔬菜 但是不是水果 不能吃水果 不能吃水果 因為有果糖 對 我們只能五時五時 五時五時 一半蔬菜 一半肉 那這樣子十天下來呢 平均你有剪四到八斤在十天 很容易 平台期的時候可以剪四到八斤喔 是 重點是你的肌肉 就是不會鬆 OK 因為呢 其實最重要呢 它是讓你的水分代謝特別的好 這個餐呢 大家好好地聽著 去水腫是非常非常的快 哇 真的 所以這個餐 你可以在經期的時候來配菜 在經期來之前十天 然後來完之後你可能 哇 整個人真的是下去了 很纖細對不對 很纖細啦